晚上好 我是威命 欢迎收看11月16号晚间的百革大事迹 首先来跟进 槟城豆干屋火灾造成四人被活活烧死的最新消息 这起火灾的起火原因 虽然初步怀疑是电线短路 但目前调查结果尚未出炉 而同时四名至亲的林瑞牧 今天就向马华副总会长周美芬透露 自己一闭上眼睛就看到火 对此周美芬表示会安排林瑞牧接受心理辅导 协助她走出心理创伤 这星期的油价再涨了七仙 导致昨天晚上油站再次出现车龙 而昨天第二财政部长佐哈利就说了 油价前后只涨了一仙 不过网民算来算去都不懂 部长的这个一仙是怎么算出来的 佐哈利今天在针对这课题发言 但就不需要告诉你这一仙从何而来 而是说目前油价尚未达到严重无法负担的水平 如果油价真的涨到一个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水平的时候 政府可能考虑为低收入群的B40群体提供财务援助 例如调高一码援助金额 至于何谓危险水平呢 佐哈利则表示敏感不能说 会导致许多商业领域出现不确定性 所以现在不能决定 你有想过吃榴莲竟然还有其他功效吗 现在就来听听农业部长阿木沙比里怎么说 因此钻对这个说法 阿木沙比里表示已经要求有关单位进行研究 结果这话一出 整个国会厅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忍不住笑了 因为阿木沙比里也一一道出了榴莲的优点 指出虽然榴莲不是导致糖尿病的主因 但无论如何吃什么都必须适可而止 因为榴莲高糖量和卡路里 所以糖尿病高风险群还是要少吃榴莲 这就有体育消息 随着中美洲国家命路淘汰纽西兰搭上末班车之后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圈的32支队伍也全部诞生了 国际足联随后将参赛队伍分成四个档次 其中英格兰和西班牙被列为第二档次 很可能陷入死亡小组 但令人遗憾的是欧洲传统强队荷兰和意大利 世界杯常客美国美洲杯冠军致力都意外的 无缘明年的决赛圈 俄罗斯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将在12月1号晚上举行 最后有娱乐消息 张惠妹在社交媒体呢 包括Instagram和脸书的账号 昨天晚上无预警将所有的内容都删除了 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当中就有人说 阿妹是在效仿西洋天后太来石为夫 几个月前为新专辑造势的手段 果然阿妹的经纪人今天就回应确实如此 并大卖关子预告明天中午将会有新专辑的消息释出 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 为什么她用这样的方式宣传了 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